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大的 看情况 还用哪些方法增重呢 除了吃以外 运动吧 偶尔会自己在房间里自己做复合称 还有远户机坐 还有别的吗 因为你没有起菜的话其实比较具体 然后高抬腿小跑什么 和郭麒麟的互动被调侃说像蔡三岁 那可以分享一下在录制中还有什么别的趣事吗 我只要看到有那个小河小服务生 我就想要把他往下转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很小 他就很适合那个河 他就很适合跳下去 还是他很适合被欺负 大家还真的都挺喜欢欺负他 但我是这么理解的是因为大家喜欢他所以欺负他 所以你觉得你们两个当中谁是团宠 他 他 具体的表现是怎么宠他的大家 大家都是撕他的朋友还宠他 就你定认为这个就是宠是吗 撕他就是宠他 把你撕掉了然后再拍拍你说没关系下次继续 那他会有怎样的表现来对待你们这个宠 他没有选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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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大家就是想撕他 虐他千万遍就是爱他千万次 那是情话是爱的 和跑男团的哥哥姐姐们平时在群里会怎样交流感情呢 在群里就是互斗表情包 然后说我手上是用沙子叠的表情包 然后诚哥还用我跳舞的表情包 那你会用自己的表情包来伤害他们吗 我有啊 你有看过一个我那个画手机的那个 就是冷博画手机 最近大家在群里交流的是比较热衷的话题 是什么 比较热衷的话题吗 就是每一次我们马上要来录制之前 我们都会回家大家最近在忙什么 然后今天晚上再来吃饭 会一起吃宵夜什么的吗 对 之前常被粉丝调侃说是游戏黑洞 你觉得在节目里面现在已经为自己证明了吗 那是之前的事情 现在很多事情都变得不一样 嗯 我知道 看了节目你们就知道了 第三期开封有一些很厉害的表现 后面还有更厉害 可以和我们说说 现在玩游戏有怎么厉害吗 剧透一下 因为现在玩游戏不光光是体力了 就很多时候是需要思考 包括一些逻辑性的问题啊 还有一些 对吧 跟MC之间的 跟MC之间的 斗志都有 对 你觉得谁玩游戏最厉害 那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诚哥他们的 因为毕竟有那么多经验 我还是目前在观察和学习 节目中 昨天有教其他成员舞蹈吗 可以现场点评一下他们的舞蹈吗 我觉得诚哥是比较努力型的学员 学的就是很认真的那种 但出来的效果也还可以 然后凯哥就是属于说 还有啊 就是说还没结束啊 就是这种的 沙老师和麒麟是属于默默复出型 就是在背后认真的学 然后最后调的也蛮好的 贝贝姐的话 她就是非常的好奇和喜欢这个东西 能感受到 您自称自己是5G冲浪少年 可以用饭圈的用语评价一下 跑男的其他成员吗 现在已经6G了 6G了 那用6G的话嘛 对 我评价一下每一个人 用一个词嘛 嗯 6G啊 那 诚哥是 凶猛 凯哥是 秉杰 威比杰是 智慧 沙老师是 憨厚老师 然后 麒麟是 王内 那你呢 啊 我是 我是什么 豪狠吗 我是 时间静止了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好的 也没有关系 那就是时间静止 就是自己的 评价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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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